從美中競爭的角框架去看 不管是川普或是拜登 他們以亞太戰平衡 Pivot to Asia的政策 他的目標就是對著中國 因為中國崛起的速度太快 並且在不管經濟安全 甚至各方面 實力上面 都非常的以美國為目標 那俄羅斯是扮演一個攪局者 他一直不斷在在干擾美國內政 干擾美國權力 讓美國非常頭痛 但是大體來講 美國從阿富汗撤軍 然後將整個政策改造Pivot to Asia 亞太政策 主要是對著中國 但這一次烏克蘭的事情一爆發 把美國似乎又把它牽制住了 把美國似乎又把它拉回到什麼 中亞地區 歐洲地區 那感覺這樣美國必須要雙面 雙面我們講雙面作戰 貝多利芬 這個時候就有幾個問題點可以看 第一個 中方的態度是什麼 假如中方這個時候 我的剛才快門比較不一樣 是中方可能這個時候 非常熱意是假如朋友的朋友是敵人 那如果俄羅斯跟美國 如果是這麼的 這個要真的劍麻奴障的時候 那中俄之間關係會較為緊密 這我們在用Social Analysis 的時候來看的時候 是可以有機可取的 第二個中方呢 可以趁這個時候 好好的修養升級 畢竟在貿易戰之後 中方的元氣使傷蠻多的 再加上疫情之下 中國必須要再完成 它的一帶一路的大建設 那這時候呢 如果烏克蘭的事情 把美國做一個很好的牽制 對北京在整個戰略經濟跟地緣 政治上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簡單來講呢 我們看得出來 美方的概念就是 他盡量不要雙面作戰 避免的深入到這個 歐洲的這個泥澜當中 畢竟美方對於烏克蘭這個問題 他們認為烏克蘭政府 施政效能不足 領導人呢 也缺乏一個遠見 那他們更不可能 為那兩個國家呢 投入大量的陸地部隊 去幫助他們打俄羅斯 這是一場打不完的戰勝 但是美方對於中國 在東亞的許多建設 包括台灣問題 包括南亞南海問題 美方是不可能 那麼輕易地放手的 所以呢 北京這次非常聰明 我們剛才講到 他可能維持一點中立 或是假中立 他主要是看隔山關虎鬥